故宫博物院在去年六月 有助理研究员进行国宝 数位典藏的转档时 在影像转换的过程当中 被有心人士来截取 导致有十万张文物图档 被放到了淘宝等网站 低价来贩售 而目前故宫将要提出 智慧财产权受损 要求各网站下架图档 另外也对承办人员 进行了行政处分 一张张书画作品 画质清晰 还分门别类整理 这些来自国立故宫博物院的 典藏文物图档 现在出现在淘宝等网站贩售 有一些只要几块钱人民币 就可以购买 甚至有一些网站 还可以免费下载 用了自己设计的一个将档 的系统来做转换 传档的过程中 出了一些一些问题 有一些高档将近到 那个中高地长的这一些 那大概是一秒钟左右 他就可以转过去了 所以他速度会很快 为了让国宝图档 典换在数位平台公开 互工进行数位 典藏作业 结果一名助理研究员 在影像转换的过程当中 因为资料量太大 让主机的处理效能变差 所以从非公开的内网 转移到公务系统当中 可以对外服务的伺服器处理 结果却被有心人士程序 而入截图 整体影响估计有十万张图 去年才传出 有国宝被摔破的事件 结果又被发现 去年六月就有图档外流情况 故宫澄清并非是故意外流 目前档案采用内部的封闭式处理 至于已经外流的高画质图档 故宫掩拟 要请律师提出制裁权受损 要求淘宝网等网站下架图档 调查局也立案调查 由资安工作站和台北市调处 派员前往故宫了解情况 并同步追查 是不是有中国或境外骇客涉入 记者曹燕俊 王兴忠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王兴忠